以上為了非常 форм文章 ylorskent 大家好 這次是這隻導演 還在製片評論音軌版 我們現在正在看B站的彈幕版 來看大家如何評價這件事 這件事我們好像是第一次做 對 第一次做 旁邊就是我們的製片 俊爺 然後我旁邊就是我們的導演浩年 全程有我們兩位陪伴著大家 跟從美好的畫面開始 這件本身呢 我們拍法拉利 其實是最後一次拍 大家可能不知道 拍法拉利是拍完第二集澳洲選題的JDM之後 我們才拿到這輛車的 都很趕時間 本來我們的期限時間是九月份出片 我們大概七月底才拿到法拉利的車 對 說真的 等這輛車真的等了很久 約了很久 甚麼原因呢 其實因為這輛車 你這樣說會不會說法拉利不喜歡 我覺得都不是的 是他有一個特別的原因才導致到他這樣 就拿了一輛法拉利 去了西藏做了一個策劃 誰不知回來之後呢 車就跪下了 又要等件啊 維修啊 喀哩喀哩那些東西 我們真的等到花兒也借了 那時候呢 其實呢 因為整個選題呢 就叫做性能車實用性騎快利 算是一個我們的打頭陣話 讓大家看到我們第一台車是高一點的車 如果這輛車借不到回來的話 我們都好像沒有什麼back up選項 然後又沒有了頭陣 是啊 沒有了頭陣 然後大家看這條山路呢 確實很美 我們那時候 我跟俊爺還有我們後期導演呢 其實是一起去踩點的時候 大概是三月份的 其實現在也是這個時候這樣 那時候真的很冷的 然後花都還沒開 現在是雨天 我們那時候是租台308了嗎 是 308 三箱的308 在這條山路上 開308也很有樂趣的 因為你可以盡踩它 不是 是 我們的動力 我們那時候拍片的時候呢 等一下就會看到一個 從高往低的鏡頭 其實這個鏡頭呢 我們那時候有沒有說 4點鐘起床 都有 我覺得好像拍山路的這幾天 每天都是天未光 我們就要上山去做 開始拍了 因為時間都很緊張 每次我們製片時間流程都很緊張 大家有沒有看到GTC for Lusso T呢 這幾個字是沒有的 它是不是故意放下一點點 而突出它的Turbo呢 沒有 還是後期 因為它有V12版本 和V8的Turbo版本 這個是V8的 V12是沒有T的 那你可能想多了 這些意大利人就是這樣做事 這個畫面呢 其實就是在我們那個民宿 租的民宿那裡拍的 那 這個其實就是 後座重新收過的 怎麼重新收過 不是說西藏那件事 就是因為後面這裏 好像不知遇到什麼 不知道什麼 總之不記得 總之就是等這輛車 我們等了很久 整個拍攝進度 都搞得很趕 其實還有拍這個場景的時候 都很有 因為 第一 我們用這個民宿 是用了幾短鏡頭 其實我們都拍了 但是 要住在那裡才可以讓我們拍的 所以我們 其實這次山路 很大的製片成本 就是在這個民宿那裡 所以我們那一隊人 在這個民宿裡面 那裡的食屋 住屋的費用 其實是超級標準的 但是問題是不要選擇 那個山路附近 我覺得就是 我們當時踩了點 都是覺得 這個民宿的確是OK的 可以讓我們拍到一些東西 那香港民宿那裡 其實 大家看到是有 那個靜態拍攝的語音 其實那時候7月底 那些響聲都很大聲 很大聲 很大聲 就是6點多鐘天蒙蒙光 就已經開始 是 所以大家看到其實 都很少那些 車外鏡頭 都是為了被那些 閃聲 那 現在看到 就是一個 調色風格 大家可能覺得 比較濃厚 其實我也是為我們 後期導演說聲 其實 我們也不想 但是我們現在用 所有的器材 都是GoPro A7 而拍這條成片的 那 那個寬容度比較低 只有420 我們用 我們用那個 外錄儀呢 都是用這個 8B422 剛才那隻手 其實是我的 大家好 我唯一出鏡 就是出鏡了這隻手 所以因為 那個 影片的寬容度低 所以後期導演 看到這個 白色車身 那些東西 都要一步步勾 一些色出來 都用了很長時間 我看到 8月底 到9月份 這個時間 基本上都是在那裏調色的 那 都是為了 遮蓋 不同的設備 不同的寬容度 所以 就 盡量 調整這樣的效果 給大家 那我們其實 大家看第二集 我們都會有 另外一種效果 那就 不斷地嘗試一下 這樣 那 來到這個場景 又是 不是 那些 噹不聲 真的很麻煩 大家都聽到 一些噹不聲 在這問題 我們之前踩點 其實沒有發現 那時候踩點三月份 完全想不到 季節不一樣 對 然後 其實這個畫面那時候真的熱,為什麼呢? 不是說副駕駛,因為是車子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完全沒有開空調 然後拍了大概五、六輯 全部都是在太陽底下拍五、六輯 其實真的熱到想脫衣服 我們可能外面起碼有風 可能車裡面真的很熱 真的焗爽了 對,快到這裡焗爽了 那時候拍這個加速的時候 其實除了一剔應該是 大家看那些立青 為什麼會突然飛出立青 其實我們7月份,3月底 大家看這裡兩邊是不同的 因為那條山路 我們那時候踩點的時候 都是滑絕線很漂亮的 不過不知為什麼7月份 去到那麼漂亮的山路上面 還要重新鋪 然後條法在這個胎上舔 因為我們基本上舔了立青 真的很對不起那些 勞靜的 事成的人緣 對,沒錯 這裡的後半部分 已經是鋪了立青 這一段呢 其實都是 本身的劇本上面 是 應該說得更詳細一點 因為之前的 FF 還有GDC4 其實它現在對比 應該是上一代的 4500的自給人期 這個就是 對比跟以前的 4500自給人期 因為它跟我說 我真的沒有開過這台車 沒有開過 除了這台車 其他法律我真的沒有開過 它又要完善地 老闆就說 我要講清楚給大家聽 究竟 Turbo的法律 還有自給的 對 有什麼不同 其實呢 我真的不知道 對 對 這一段呢 其實就是 鎮爺呢 其實都是我們 遙臂車的車手來的 我們開過一架 工作車呢 就肯定 就沒有 那個 發力這麼快的 嗯 其實它也砍得很盡 但是因為我們 大家看 大家想清楚 就是 有時候我自己看 行車紀錄儀 什麼那些呢 就是那些攝影機拍出來的 那些 畫面 是沒有那麼快 但是其實我們呢 基本上是響了太過的 都 吹谷那部車很極限 是的 畢竟它是快來的 我們那部工作車 又不是 去到那麼高級數的車 所以 是辛苦的 還有大家 跟老闆 開車的時候 都要相互配合 那些默契度要更高 不可以說只是 不是 它是 現在看檀幕 有些人說我們 就是加速了那條片 嗯 其實真的很冤枉 事實上 我們是沒有任何加速的鏡頭 是的 十拍來的 全都是 是的 十拍鏡頭 我看現在檀幕去到這一段 還在拆這個 雷鏡顏色 唉 那其實 有時候我們有一些類的人 好像天空的漸變 那樣 其實我們都是 一點點 在學 大家知道 某個節目 其實他們都是這樣做的 只是說 你們有沒有看大家最新的那一期 重慶那一期 是的 其實 都不關 農不農事 大家一樣的方法去做一件事情 但你去到重慶 你一看 那台紅旗 那個內飾 都是調得 偏了飾 是的 其實很大的原因 我們那時候拍就是 同樣一個製作團隊 我們看 國內拍攝 還看 澳洲拍攝 大家看 看澳洲拍攝的顏色 又沒有分別 那麼明顯 嗯 好像大家看 剛才那個 拍畫面 其實是Julia那時候拍 Julia 我們是 三月底拍的 就是有些花的 是的 其實是同一條山路來的 嗯 阿俊爺有沒有體驗過 這個花的精髓 好像我們那時候 計劃就是 只能夠有兩個人 可以摸到這輛車的 是嗎 是的 其實我都得偷偷地 我不是很記得有這個狀況 但是我 我肯定是 我應該是可以開這輛車的人 是的 其實我都偷偷地 就是自己 我們是不是去了買一點點 是啊 應該是最貴價的外買車 是啊 我們 因為四名 唉 講漏了這個山路的名字 秋名山 是的 它其實附近都有一個一點點的 我們就 晚上一刻 我們去加油 因為 其實主要我們是去加油 對 因為這輛車真的大吃 是的 然後山上 只有九二的油站 九二就是零好油 它只能夠加九八 那我們 去加油 順便 買一點點 沒錯 再順便體驗一下 這個法拉利的精神 我們每次去都好像滿座四個人 是啊 實用高性能車 沒錯 又可以做 是啊 是啊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我看鹹我 是個別有人留意到的 那其實呢 我們 就真的不超速的 所以轉速上升 飆流不動 這件事 肯定不是我們做的 這件事情 那是誰做的呢 抬車自己 是限速功能的 嗯 高貼 好 來了 老闆的真愛來了 他要回現實 他要回現實 哦 食業草 是 其實呢 大家看我們的更新 那台紅色的Costrofolio 其實都是我們幾個人做的 那時候他試過那輛車的時候 嗯 就已經很喜歡那輛車了 那是三月底拍 嗯 這個呢 其實都是遙備車拍的 那我剛才差一點 就撞毀了一個廣告牌 那 三月底拍攝的時候呢 我們那時候還是 車內Costrofolio 都在用A7 所以 果凍都是比較明顯 嗯 跟著其實後期呢 都有時抱怨過 為什麼我們那些畫面那麼爆 那些調色 後期的基本教準比較難搞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製片時間短 那製片時間短會導致一樣的事情就是 就是 無論早上中午在晚黑呢 啊 早上中午在下午呢 都是要拍攝的 都要拍攝的 所以 時間短不一樣呢 那個光美都是不一樣的 那剛才那個Incar Cam 其實都是 嗯 中午 差不多臨近中午那時候拍攝的 所以會顯得外面比較過曝 現在 駿爺有沒有看F1 我現在好像比較少看 現在 Alfa Romeo自己已經有 有F1 對 又還有一部 什麼 Staniel 好搞笑的 最近 Alfa Romeo的Racing Team 就收購了 傻果的F1車隊 Kimi就做了車手 其實 他們一輛F1 就叫做 Julia 另外一輛叫Sterrio 都是他們主打的兩部車 所以我們剛才說的F1歷史 可能他們會再續輝煌 這部車我開起來 我都熱血了 真的 那是 是 層次不同老闆 覺得沒有那麼熱血 沒有那麼激情 那麼厲害 是 話說 這輛車我們那時候 在山路上 是不是只有92 有可以加的 接著 它的標蓋 Base也是92 很多人說 我們加92不行 但是我們實測過 真的 完全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因為本身油箱的標口 就已經寫可以92 所以 你很難想像到 四葉草這部 這麼高性能的 車 都可以加92 是 當然了 如果我們不看槍的話 好像衝馬力一樣 雙槍槍都92 應急用下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油真的沒有辦法 這個山裡面 就是只有一個油站 是 要不然的話 又要下去山路 那時候已經著了油燈了 我覺得 就算空檔拖波下去 應該都 空檔下去 我覺得油都已經沒有了 這部四葉草其實 都幾多故事 之前開過來的時候 好像有吉釘 油漫器 是啊 直至我們加油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們會在微博放張圖 介油的時候 我們動用了它的補胎液 那我們山裡面 很高興 山裡面我們就找 怎麼辦 好像補胎液都流出來 補不到這條胎的油 這條胎路 這樣 我們走前兩步 看到有個換胎的地方 那我們就說 因為我們比較怕 這條胎多少寸 很厲害 好像是 二十五十九 是啊 都比較大尺寸 不是說 所有的換胎店可以 即是拆胎機 未必可以有這麼大的壓力 可以拆到這條胎出來 是啊 他們是擔心的 是啊 然後經典的東西來了 又是牛B的東西 是啊 鎮爺就問那個拆胎的師傅 他說 這條胎 拆不拆到 你解不解決 是啊 鎮爺的原話是什麼 鎮爺還是不記得 我是記得的 師傅的原話 就說 我前天 先行道拆了台保時節911 為什麼拆不到 這是四門車來的 超跑 我都拆過了 這台車拆不到 好在 師傅拆到還補到 這條胎 事實上它是真的可以的 是啊 就是 光節地方 真是有錢 真是有錢 見識得多些 是啊 輪胎店 是啊 師傅 這個三月底 就 你看那些花多漂亮 有很多人 我之前有個群裡 有個網友就看到 哦 你拍四葉草的時候 剛才那個花機 就是四葉草 我說那時候 真的沒有想到 花機是四葉草的 你就想多了 然後 老闆都在那個群裡 他就說 其實不是的 我是為了拍這台車 中了花機 道具老師的功勞 嗯 其實我們都好像有幾多媒體 是不是都 炒了這輛車 真是惡魔 你 你開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失控的現象 我就好像沒有 因為我相對來說謹慎的 我是要 確保每台拍攝車 真的要順順地來 安全全的 所以就不會說 太過輕易去操這輛車 盡量 安全 加上的確這些車 大馬力的這些車 真的要有 敬畏之心 不要太過輕浮 這樣去開 就是穩穩重重的 因為你要對油門 轉向方面 都要比較細緻去操作 不要太過粗暴 如果粗暴 你就會出問題 嗯 我們有時候拍攝的時候 都不知道他 後期會 真的打折 打得不厲害 哈哈 七字還是六點不知道 六 不知道 好像七 Cultural Folio 真的不知道 但普通版是真的有折的 對 來到這個鏡頭 那時候 我都跟老闆吵架 真的 嗯 本來我的計劃上面 是沒有這個鏡頭的 沒有這個一鏡頭的 他當晚才跟我說 不如我們明天 拍個這樣的結尾 我也跟他爭執了很久 因為 可能製片時間來說 真的 就不了他那麼多的時間 後來都是拍 那 大家看到這個鏡頭 就是我們用模型機拍的 那 同期 就錄了音 當然 不是錄在一個模型機上的 這樣 那大家看 我看見現在談幕上說 我們沒有攬安全帶 就這樣飛起來 其實不是的 我們後期導演 切了攬安全帶那段 大家是不是看不出來 那我們就一鏡頭 剛才就舉起模型機 就飛起來了 好像是陳先生 陳先生 只是戴著頭盔 是的 本來這件事我舉了兩梳 我們都是MG了幾次 是的 後來真的無力 因為這個無人機真的很重 很大 其實講起這件事 老闆有時候 他對自己劇本的理解 跟我們自己 是有點出入的 那 他會臨時 可能在片場上 會突然說 增加他的想法 是的 那 可能山路都還好 那看這個賽道道 我們那時候 文字賽租是租的三天 那三天內 要拍四台車 那我們 真的慢慢的 這個鏡頭 我有點不滿意 我沒有看文字分鏡那裏 講明說 這輛車出來那時候 清場 清場 那大家都沒有想到 那時候做什麼 好像有搞其他事情的 但是 拍那時候 我記得是陳先生做拍這個 是的 但我沒有交代清楚 所以要清場 那大家就 先看到4RCROS 那就 沒有這麼大的期待 提早劇透了 是的 那 其實做飛遲圈呢 就是 拍串池之前做的 我就說 我沒有想到 我的想法就是 三架車狀態 最好的時候 來做飛遲圈 那 上罩沒那麼熱 是的 那 這個是第一天 我們就做了飛遲圈 但是後面才拍串池 那老闆就說 其實 應該還可以有提升的空間 因為他對這輛車更加熟 那 其實 都是製片流程的問題 這件事情 真的是 但是我們也猜不到 真的 真的很快上手 很快跑熟了這套賽道 那 這件事我們真的猜不到 但是我們這樣計劃呢 其實都是有底 但是 就是 可以做得更好 是的 沒錯 那說起這個做飛遲圈 那我們 都直接問的 M3其實呢 就不是廠家的車 來的 是問一個朋友借的 那我們就 會包一些選號品 那 Julia呢 是問廠家的 那 Julia這次跑圈速呢 就好像法拉利利那樣 每次做圈速呢 他真的派了一個技師 是來 看著那個輪胎啊 每次跑完 比較overheat的時候 或者什麼 他就會打電腦啊 那樣 就是有個維護團隊過來的 那 還包了我們 是不是輪胎了皮 呢 嗯 是 是 是 他 有 煞車皮和有輪胎的 那 其實 這三部車呢 我們在輪胎上 都是 考慮得很周全的 都是避了一套新胎 去做這些 飛翅圈的測速 那這台C63也是 那 我們問Benz借車吧 他就說 嗯 好像 江浙地區 沒有C63S 試駕車的 那他就怎樣呢 他直接這輛車 是從北京運過來的 這輛車是從北京運過來的 這輛車是從北京運過來的 然後 坐在上海那邊過來 是的 包括買一部 M3也是 都是我們上海一個很好的朋友 送你出來給我們 嗯 所以 基本車房都是 差不多狀態 是 沒有哪邊的 是 還有公平的 輪胎都是 大家都是一個 新的 一個胎 做的 是的 還有 你看C63這間拍 飄移 其實就真的 現場 現場又真的不太操控 是吧 其實我真的 沒有什麼認真駕駛過這台車的 確實是 但是 以 大家看到 這個想法就是 就是 我們表現出 就是 盡量將不同車的性格 表現出來 所以下一部 Julia 那些 東西 本來我跟 後期導演 都有一個針對 我們這個版本 究竟 是 每輛車出一個時間 還是 全部車跑完之後 再出時間 後來 因為之前 打算 一大集 分幾集播 大家剛剛好看這個時間 可以 剪一剪 看一看 再追下一節 後來 一集過 其實大家都沒有說 追不追下去 那就全部 這點時間 全都出來 有很多人在檀幕上 問 為什麼沒有Audi 其實 這個級別裡面 Audi是沒有車的 這是第一個 是沒有 現在國內 是沒有 ROS4 沒錯 ROS5 那時候 其實是前年 還是去年 才去測試 如果它是ROS5 可能都會考慮 但是 還是要Gram 好像聽說 ROS5 都未必入到 對 因為國內的關係 到現在 其實Audi都是沒有車的 只能夠用上一代 但是上一代 Coupé 就未去到這個 實用高性能車 這個地步 所以 為了 彌補這個遺憾 我們在節賽 跟它做了廣告牌 啊 是嗎 很聰明 所以BBA 全部有齊 沒錯 現在是BBA A 假毒的A BBA A 講到玩了 對 其實 飄移這件事 拍攝很高難度 因為它不像跑圈 這樣 不是真的不會 大家看這個鏡頭 其實是有些 MISS組的APEX 是的 不是每個彎 都是可以順利地 飄啊 或者是可以大動力地 飄起來 幸好M3是可以操控到 真的 真的好飄的 真的好飄的 我們設定基位的原則 就是 我們大概看T6裡面 設定基位 那 拍攝 那 你就一定要看這裡飄 可以站起來 我們才飄得漂亮 我們才可以 拍到出來 然後呢 我們都可以說 自己應該是 國內比較專業拍賽道的團隊 我們會知道 究竟這輛車的動態 是去到哪裡 大家看到這個鏡頭 是不是很近 但是我們拍攝人 是知道 這個彎 如果它 spin 或者它 飄得起來 如果失控 它的車會推到哪裡 我們會自己走位 就是確保我們拍攝團隊的安全 是的 那 因為 你說我們 其實我們這次 其實只有四到五個人 是做拍攝的 基本上 大家都是跑過Track的 雖然說 沒有駕駛這麼大馬力的跑車 但是我們知道 走線 基本的東西 我們都是會 清楚了解 是的 他問後期導演是M3是他的專家 是 當時 我剛才問他說 M3開開心 你專家開開心的時候有什麼感覺 當時我做了一件很壞的事情 就是 只可以讓他試乘 沒有讓他試駕 遺憾到現在 每次剪片看著M3 哎呀 我想買他 但是 最壞我不讓他開 是的 沒錯 那 C63S呢 是不是 真的 真的 掉起來呢 條胎 是不是真的 飛了一些東西 看 YYP 台詞 可以玩足一天 如果你不心痛條胎的話 其實我跟你說 事實上不是 你不心痛條胎的話 你最多都是玩兩三分鐘而已 是的 就是瘋狂地在燒胎的話 就 我記得中間好像是拍完飄然 我們還直接整套胎換了 是的 換一條胎給廠家 因為 我們都是用自己的胎 免得 因為這些都是試駕車 因為下一手都有媒體去接手 所以要確保車房 是OK的 給對方 跟著 我們那個時候 好像有些車牌呢 我們財妻那時候是硬朔料 是硬朔料 你看到這間 已經是軟了 是軟了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排氣太熱了 這些車的排氣太熱了 可以將我們貼在上面的車牌 整個軟了 直接是烤爐那樣 焗爐那樣焗的車牌 所以大家看到是不平整的 就是那個快車牌 是的 咦 為甚麼有點飄不起來呢 其實我們拍攝那時候 是有掉起身的鏡 但是老闆 其實我們都討論了 我們其實就是說 這三輛車 你究竟 M30最好掉 如果你要買這三輛車的人 你看到我們都 掉得那麼辛苦 那證明這輛車是 不是說做不到 但是要 難做 是難做 那我們就給購買的訊息 就說 你如果你想要掉尾 你真的不用考慮它了 然後呢 其實剛剛第一條 Costorfolio 那個首試的片 是我剪的 那確實是 MT版的國外試駕的時候 是可以做到掉的 然後我們其實都說 為甚麼中國版是不行的呢 那 都比較奇怪 不知道是中國版 但是我們那時候 澳洲 澳洲版本那時候 是 感覺到是 扔車進去的時候 是會掉的 是的 但是它是做不到那種 完全關了ESP 其實它TC 還是會介入 即是不行做到那種動力的 飄移 即是慣性地扔車 是的 那 後面看這個鏡頭 其實都是 臨時想的 那時候都差不多天黑了 是不是 留給我們可以拍的 最多30分鐘而已 這一鏡頭 是的 那我們就要計劃好 就說哪輛車上來 哪輛車廣 這樣 這個鏡頭 你看看好像很簡單 其實我們要求那個 各個車手 包括拍攝車的 那個配合默契是要很足 因為我記得這個鏡頭 NG了都不下10次 是的 但是每次MG完之後 大家要全速 把這輛車開起點 然後又重新再來 是的 沒錯 這個 這裡是不是很牙齦 你知道嗎 這裡我是開搖臂車的 我差點就衝進去外面那個衛蘭 是的 因為我們所有的鏡頭是Wideshark 其實大家看 還有離得比較遠 但是這輛車是完全鎖不住的 完全鎖不住的 是的 完全鎖不住的 是的 這輛車又是你的專家 那我們另外的Project C導演也買了一輛聖能車 是的 是的 這輛車是我在上海那裡開過去節賽的 全程高速 當中我懶了一下 是挺好玩的樣子 就是排氣 你三四檔三四檔不斷地去 我開的 你不是坐著拖車去節賽的嗎 哦 是的 但是這輛車我是有開過一段路高速的 我記得是 你是寫市店去市區 哦 是 去酒店 去那個酒店 大家都是選 去錯了酒店 去錯了那個酒店 因為那裡附近有好幾間的 同一個品牌的連鎖酒店 是的 但是我們一部車都去錯了 是的 是 這輛車的排氣真的好玩 很容易懶惰 三四檔三四檔 你不斷地切換它 便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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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個朋友是車主 我們說 究竟這個洞味正不正常 我們會不會燒離合的 這樣 他說正常的 我買車之前的離合都是這樣的味道 最後買了車不知道他最後有沒有換離合了 大家看看 連ROS都可以飄成這樣 嗯 我想演示 這個真的飄得漂亮的 這個定員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些細節呢 就是我們選鏡頭的時候 就說WRC 大家看待會一個特射shock 就是一定要給大家看到 他真的不打太 就真的可以脫到起來 其實我們追求的細節就是 我們要還原這輛車的性能的實況 而不是說 我們說什麼 就是隨便陪一個鏡頭 他是脫脫脫脫 但是我們一定要給大家看細節 當然 這是我們的追求 這樣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得出來 看不出來沒有關係 看回我們這個版本 你就知道更加多的幕後 當然我覺得 老闆在他們的版本上應該會 又不同 對 對 吹噓 應該吹噓 唉 技術牛尼 那我在現場 我的確佩服YIP的技術 真是碰水 真是 很短時間他就摸透了這四部車的性能特性 還做了飛遲圈 真是 那 真的是牛B 有他才有這條片 那也是 他主角來的 對 哈哈 哈哈 但是 大家看這個坐姿真是高 真的不開玩笑 真的高 真的高 我覺得扮 扮一百個人坐上都會覺得高 他這個 椅子腳這裏實在是設得太高 其實他這個好像 還 是不是就是Ricaro的版本呢 他還有一個賽車椅 這個就是Ricaro的版本 其實他還有一個普通版的 這台車還有一個普通版的 這張椅子是沒有那麼薄的 沒有那麼薄的 對 其實都是坐姿那麼高 因為那時候好像 首飾也是我剪的 首飾這個 西班牙 西班牙首飾也是我剪的 我那時候看 就是說 那時候已經說坐姿高 好 燒離合 他沒有自己補優的功能 但是他的爭子很難做 你說是否很不合理 福特尼性行車 家俊那台 不是都是這樣的 家俊那台 都不好做 因為我昨晚才發過一條片給他看 是專門一個鬼佬教點開 家聯話ST 做爭子 做保友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 他沒有回覆我 大家看這個畫面 其實就飛翅人生 是同一個畫面來的 這個就是節賽的T1TT3灣 但是人家用直升機 是嗎 我們用一些 留野無人機 這樣 這裡基本上就是 最後了 拍完這幾個鏡頭 就是拍那個 一鏡過那個鏡頭 大家看這個時間 那時候 三月底 其實那個日照時間 都不算很長 我們都是同一個地方拍出來的 所以你說我們四台車 在節賽這邊拍 整個時間很緊湊很緊逼 這個就是 晉業那時候應該不在 我提前去到節賽那邊 應該 我們專門看上海市區拍攝的 好像還找到外援 是呀 感謝E63S車主 E63 沒有S那時候 E63VMG車主 後來換了台S嗎 不是 那時候的袋是沒有S的 是 舊的E63 是的 那 這個畫面 其實我自己都猜不到 拍出來 是這樣的效果 因為 我們車內都是有鏡頭的 但是一直都沒有用 因為那個噪點也是太厲害 我們有曝光 但是都是 那些器材受限 但是 幸好上海市 外面的 燈光 就是燈光好 我們設定了鏡頭 上面都可以的 大家看看 在這裏 都不算是欠暴 那 那 這一段畫 真是一剔過 我們在下面的圈 就是一剔過 拍完 你剔過 都幾 因為我們 上市區 沒有提前踩點 這是第一個 沒有提前踩點 我們都是 看看哪裏拍 都找了比較久的時間 因為這條路上面的燈光 是可以幫我們補到光 其他 好像我們想去外灘 其實外灘 那些燈光 反而真的沒有這裏這麼豐富 這裏就是六家座的普通那邊 嗯 我們可能沒車開了 當那個時候 還有哪些車 我們願意去開它 還不是這時候 家座就看了 後邊 老闆說這段 他就中了毒 是啦 這段就是最後最後家座的東西 是 你說現在有沒有人期待 第三集 是啦 第三集然後破爛王 最後講的這段話呢 有沒有呢 想不想我們劇透一下 其實我也不知道 其實已經是寫了出來的 哦 是啦 那這把聲就是我們 攝影其中之一 陳先生 因為基本上 我們的笑點擔當 這一段就是那時候拍最後 結尾 節賽結尾的那一段 對 然後說回呢 其實節賽整個的軟硬件呢 我覺得都是 國內都是 比較高水平 啊 是 我們拍攝的 之前的準備工作 節賽甚至乎 安排了灑水車 跟我們清理 灑水洗了整條賽道 是 是 那麼 節賽對於我們這次的拍攝 他都是很認真地對待 和很配合我們的 是 那大家看到 拿著煙的 就是我們後期導演 是啦 那 其實這個拍攝呢 難度 大家看到 其實拿著去的家人而已 哈哈哈哈 那 飄移這段呢 就是我現在說回 整個拍攝影片 真是最難拍的一段 就是不是每個彎 都可以 脫到犧牲順利地出彎 這段就是很難拍 那我們 後來為什麼會這麼大聲 那 這個就是他們在說 飄衰了 飄衰了 飄衰了之後說 哎呀 翻演So Can 就是YP 就是飄衰了 還有呢 我們這次的歌 為什麼會有這個 呃 駱鵬鵬啊 還有名字 其實我們 全部都是正版的 是 我之前都想了 究竟是不是 去到這樣的地步 那其實 我覺得是要的 是 應該要做到這些 是 這個真的 應該國內汽車視頻 裡面 都 沒有什麼人 就是全部 40分鐘全部 用正版商業歌曲 的 我們 為什麼那時候 我們全部拍照 說沒有拍到呢 就是因為C6-3 真的很難飄 很難捉摸 對 所以我們就 我們那時候 我自己對話 我們本身 那架飛機 是T6彎的 為什麼T7彎飄 T6彎又不飄 我們怎麼拍呢 你看看你當時的那個 表演 對 你看陳先生 對 這個就是我們 第一集 最後 第一集的 評論陰鬼版 對 那我們應該第二集 還繼續會 來 這樣去講一下 幕後花絮 我相信 觀眾都願意 看我們這個版本 對 還有主角版 對 主演版應該今晚先錄 好 拜拜 拜拜